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特别邀请了翟双庆教授一起跟我来跟大家讨论神志的概念 神志的意义 以及望神的一些要点 翟双庆教授是北京中奥大学的副校长 也是中华中奥学会内经峰会的主任委员 他在神志以及内经五藏藏神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翟教授好 大家好 在前面的学习当中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广义之神的概念 也就是说广义的神是指着人整个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 今天我们专门讨论狭义的神 也就是说神志 根据我的理解 狭义的神其实相当于现代心理学当中所提到的认知 情感 意识 意志等精神活动内容 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这个观点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实际上认知活动里边主要包括感觉 知觉 思维 注意 记忆 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情感活动实际上也是指人们在感知事物的时候 它有一种什么呢 出现了一种喜怒哀乐这种情绪的一种体验 那么像这个意义呢 我觉得可能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一个指的是意识 一个指的是意志 这个意识呢 它是指的就是说对环境的认识和对自我的一个认识 而意志呢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说这个人的意志力很强 它是指的执行任务当中克服困难呀 采取的一些计划 一些行动等等 对吧 那么刚才我们简单的谈了一下这个知情意哈 你现在能不能从中药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脏和神志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神志 神志其实包括两个方面 是吧 一个是神 一个志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神和五脏之间的关系 好的 中医所谓神志呢 实际上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个是神的方面 一个是志的方面 那么中医呢 实际上是说 是从形成一体 从整体观念出发 把这个神志活动呢 跟那个脏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我们呢 先说说神 实际上呢 中医把这个神呢 尤其在内经当中 把神分为五神 这个五神呢 分别同五脏有一些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做五脏藏神 或者五脏神 是吧 对 叫五神藏啊 或者叫这个五脏神呀等等 那么呢 具体来说呢 就是心藏神 这个呢 实际上是在苏文的宣明武器篇呀 在灵书的本神篇呀 都有这方面的器材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我们说谈神的话 可能是含义比较广一点 比如说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等等 都在神这个范畴里头 那么呢 如果是神 魂 魄 意志 这五个神并列的话 可能这个神呢 就不应该是一个 总统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神了 也就说在狭义的神里头又出来个狭义的神 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 实际上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在灵书本神篇当中就明确提到 说心所藏的那个神 这个神是什么含义呢 他叫所以任务者为之心 心有所义为之义 那么你看啊 所以任务者 这个任务实际上就指接触事物 感知事物 那么也就是说 所谓的心所藏的神 首先包括感觉和知觉 这样才有任务吗 这叫做心 那么除此之外呢 心有所义为之义 那么第一个义 就指我们所谓的记忆的义 那么这里呢 就包括说的我们实际 也就是说认识这个事物 区别开这个事物 有这个实际 另外还有一个义 这个义呢 就是记忆 也就是说把以前的东西呢 再现再重现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忆 这也是心主神的神的行为 心有所义为之义 那么这个第二个义 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助义 嗯 那么助义呢 也是我们所有我们的思维活动的一个开端 没有这个助义 我们什么思维活动也都进行不下去 另外呢 还有一个义 就是还有一层概念 就是意念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想法的产生 那么由此你可以看来 说心所主的这个神 所藏的这个神 包括了感觉呀 知觉呀 记忆呀 还有包括我们的注意和一些思维 或者一些想法产生开端 包括这些行为 那么为什么把它叫做新主神 不叫其他的神呢 这也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些 实际上是在我们后边的魂魄意志当中 都是他们的基础或是他们的前提 所以也不好说的拿哪个神来去命名他 因此就用所谓的一个总统的一个神来命名了 就成为新主神 另外呢 新是主火 火的含义呢 是什么呢 古人也说过 说火之为也叫做什么呢 化也 也就是阳气用事是变化也 你看那个火苗它没有形 是变化多端的 这也整个符合神的一个特性 就变化莫测 所以古人也称为火之经是神 因此我们称过新主神 但是根据我刚才的理解 你谈到这个新主的这个神的这个特点的话 有点像现在心理学当中 那个认知的那部分的活动 是吧 更多的跟新主神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这个五神当中 神魂魄意志 实际上基本上都是认知思维意志的整理的过程 情感性的东西 主中医主要是说是在七情里面 也就是所谓的神智智的那个部分 那你给大家再讲讲 五神里面的第二种 第二个和第三个可以定列的来说 也就是魂和破 古人讲这个魂和破 实际上是分属于一个是木 也就是甘 另外一个破分属于肺 也就是金 现在有人说魂破 基本上都是在假 他们是感知觉的反常 实际上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 在零书本神篇当中讲啊 什么叫魂呢 说随神往来者为之魂 什么叫破呢 是并经而出入者为之破 所谓并经出入 就说跟着你那个经 经着我们的形体嘛 也就说 比如小孩一出生 小孩出生了破 也就随之而来了 这个东西就叫做破 主要指什么呢 你看小孩一生出来 有点感知觉吧 说给他一个奶嘴他就会做 实际上也就是说 最低级的 不需要这种条件反折 不需要训练的 非条件反折的 都称作是魂 那么什么叫魂呢 说随神往来 这个神实际上在这里还指的是新神 牵扯到有一点什么含义呢 注意力 随着你那个新神到这个魂也到 这个那就叫做魂 有人跟我说呀 老师说你能不能给我举出点例子来 说正常的什么叫魂 说实话很难举出来 一般来讲呢 也就说属于这种比较高级的 这种感知觉的这么一种运动 包含着我们的所谓 说我们的意识啊 思维啊 还有一些想象啊 评价啊 等等这个范畴的 有些东西都属于 这种魂的范畴 那么呢 如果说是异常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 就能说出来 因为这个魂呢 它是受心神的 这种自觉意识的支配 比如说啊 说我们睡着了 有人在睡觉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说一点梦话 有人呢还做一点梦 甚至还有发生异常的情况呢 有人有梦游现象 我所见到过的 有人梦游呢 是半夜起来以后 觉得手有点脏 这实际上是在做梦 他以为是真事呢 就得下了床 还得到客厅的卫生间 因为他说主卧卫生间 怕影响夫人睡觉 到客厅卫生间去洗手 水管的灯开开了 手一沾水 他醒了 他就在想 我为什么要出来洗手呢 再一想 原来是做梦的 这种梦 这种梦游 包括梦幻 受不受心神支配 没有受心神支配 没受心神支配 魂自己出来 我们称作 叫做魂不守受 但是这个魂呢 它还有一个作用 他可以支配这种魄 也就低级的那种感知觉 这个魂 那么呢 实际上这三种关系啊 是心神是自觉的 主宰着魂 魂激发的这种魄 所以这种关系来讲呢 我们又称魂是比较高级的 那种感知觉的 主兴奋的主动的 是这么一种精神意识 死的活动 而破呢 是一种偏于这种低级的 非条件反射的 这么一种活动 那么正常呢 魂可以激发破 正是由于这种 一个偏于主动的 一个偏于被动的 一个偏于兴奋的 一个偏于抑制的 所以内经当中就把魂跟干 因为干属于木嘛 木煮什么呀 木煮生发嘛 而那个那个肺呢 肺属于筋 筋主下降主抑制 所以魂属了木属了干 而魂 而那个破呢 就属了肺属了筋 这是这么两种魂和破 那么第四种呢 就是这种义 叫脾藏义 这也是《皇帝内经》当中所讲的 脾是藏义 那么这义是指什么呢 义实际上有多种说法 首先一种义嘛 那就是注意 我们一切事物 那个思维活动的一个开端嘛 因为这个注意呢 它可以不是一个单独的心理功能 但是呢 它却办法的就伴随着我们整个心理活动的始终 没有注意 那么我们思维活动很难进行下去 这是一个意 另外呢 有人还认为呢 这个意呢 是一种测度 你像这个段玉才说文解字处 那他就提出来了 他说意之逊为测度 那测度呢 实际上我们内经当中就讲啊 脾又主思 思就是思虑嘛 思考 实际上测度跟这个思虑思考 实际上又有一些密切的关系 摘剑我打断一下 你刚才提到这个测度 你指的是哪个测字 那就是测 就是相当于测字的测 推测的测 推测的测 是这个测 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关系吧 在《难经》当中又提出来 他说脾啊 说脾呀 藏意与智 智 智就是智力的智 因为正是由于思考 由于我们能够测度预测一些事情 所以又说他有这个有智力的那个因素 所以在苏文的这个赐法论当中又提出来 匹为建义之官 这个建义就是指归圈 给我们皇帝出出主义 是这么一种官职 那么除了义还有有这个方面的意思之外 义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记义 这个义里边也有记义的意思 所以说匹藏义这个义 实际上也是范围比较管的 你看啊说的为什么属于土 因为啊脾啊是属于土 土呢有什么作用呢 有这个培育万物养育万物的作用 我刚才说的意义的这几个范畴啊 实际上在我们整个的思维过程当中 实际上都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古人也认为 正是跟这个土生万物土养万物 有着相似的关系 所以把义归属给P2 另外呢我刚才说过啊 说这个义啊它是不是有一种思考 思虑测度有这个意思 而这个呢正是我们在思维活动当中所讲的 说的叫做什么呢 叫意志所存为之志 因死而远目为之 云立而触目为之志 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思维活动当中 这个思考测度实际上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这一点呢又特别像P2啊 具于我们这个方位物形方位的中央 具于我们那个时序的 它主长架嘛 具于时序的中央 又类似我们那个P2啊 在中交起一个窝旋的这么一种作用 所以把它也归属于P2 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个志 这个志啊实际上有一个广义和狭义之分 古人认为呢古人有五志 六志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呢 志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情感活动的一个统称 那么狭义之志呢 就是指我们的这个 有着一定目标的这种意向性能 这么一种思维 就是刚才说的五脏藏神里边这个志 是有谁来主呢 有神所主 这个志就是指我们神魂魄意志的这个志 这个志就是偏一下意的 相当于我们现在心理学当中所谓的 意志 意志啊动机啊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你看啊 实际上这个意志已经是一个 我们固定目标了 有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了 它固定不移的了 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水 水行当中 水就一个潜伏的作用 有一个终结的作用 实际上它偏于我们 一般的思维活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 形成了一定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都是靠我们人自觉 所产生的坚定不移的 所以又有藏服的意思 因此呢 古人呢就把这个志归属到了水 属于水行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的说吧 就是我们内经当中把我们所谓的神 划分了五 五神 五神呢 这就分属给了五脏 这就是所谓五脏 五神脏 也可以称为五脏神 您刚才分别给大家介绍了 神魂破意志 五种神的内涵 以及它和五脏的关系 那在实际临床当中 我们能不能分辨得很清楚说 目前这个病人表现 这就是神的问题 那就是破的问题 那就是义的问题 因为我在给大家讲 中医诊断学课当中呢 遇到一些就像失眠呀 很多病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的说 心神被扰 顶多一个就是神魂不安 就是很少提到其他的方面 所以您给我大家讲讲 就是在临床上 比如说这神魂破意志 发生了异常以后 根据他们的表现 能把他们分得很轻吗 值得注意的是呢 临床上啊 说产生某一种精神症状的时候 往往不是单独的 往往是按中医来讲 是多主神叫在一起出现 是非常复杂的 难以分出 说这个人就是魂病了 这个人就是破病了 这个人就是治病了 很难分清楚 因为那五神呢 不管怎么说 他们还统由心所主 你们心为君主之关 神明出焉嘛 因此呢 一些神志上的病 我们还统说 是心有病了 像你刚才都说的 心神有病了 那么把他们划分成五神 这个呢 实际上是根据 这个他这个意志思维 这么一种过程当中的 五行的某些特性 给他划分了 实际上这五神划分呢 并不是对我们整个思维过程的划分 也不是对整个思维的内容的划分 实际上就是根据五行 他有某些特性 然后我们分成了五神 那么这五神之间 所以也不存在着这种 我们现在说用五行 来认识五神嘛 也不存在着五行当中的 相生啊 相克啊 这样的关系 确实也没有存在 所以对于这个神志的分类 我想呢 还是有待以进一步研究的 你就说理论上来说 是分属五脏 那么实际上 当我们谈到一些病理变化的时候 还是笼统的说是心神 对 心神的问题 对对对 好 那刚才我们谈了一下 这个神的问题 下面呢 我们再接着谈一下志的问题 因为我们志呢 就指的是情志 一般来说 中英认为有七情 喜怒忧似悲恐惊 但是呢 我们跟脏腑相联系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以五智作为代表 认为他们分属于五脏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谈一谈 这五智和五脏之间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七经当中呢 是以五智为代表 那么在内经当中 也有这样的语言了 就是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私有恐 那么具体而言呢 也就是我们的喜 是归属我们的心 也就是心是煮喜的 我们的这个脾呢 是煮我们的丝 那么肺呢 是煮忧 肝呢 是煮怒 最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肾 肾是煮我们的孔 实际上这就是五智 分属于五脏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还是总统于这个心的 先是煮情之后 所以明代一家 张继彬也说过 说如果说是我们当 气情太过的时候 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股脏 说如果是忧伤呢 他也是忧在于心而肺 那俱而在伤肺 那么思在于心而伤 脾就是先伤心 心病了控制不了了 最后脾可能才是病 那么孔也是 孔是孔在于哪 是在于心 心而伤 神 那么肝也是一样 也就是怒在于心而伤肝 因此呢 还是不管气情怎么去划分 总统还是在 在于心 我想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其实我们临生活当中 或者我们的临床当中 一些情绪活动的表现 不可能分的那么细 是吧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 五肢对五脏 我觉得七情里边 还有两个没提到 一个就是悲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经 那这两个要划分的话 那要是跟五脏对应 应该划分给谁 一般来讲 悲是跟忧是在一起的 所以悲和忧 基本上是在一起 同属于肺 对于这个经呢 实际上看法 有些不太一样 有人认为 那个经 因为经呢 是突然受外界惊吓 在私不知的情况下 受伤 有人认为呢 这属于一种风向 离属于 但是还有一种认为呢 说这个经呢 一般来讲 都是经可以导致恐 所以有人经常用这么称 是经恐 经恐作为一个连锐策 经常并称 经常是并称 那么如果这样去说呢 经恐又可以跟肾结合在一起 但是从我们来讲 从内经观念来讲 经还是 离属于肝比较合适 离属于肝比较合适 好的 基于上面的一个认识呢 我们说人的这个神智活动 主要是跟五脏是有关系的 它其中呢 是以心作为主导的 因此呢 通过观察这个神智的活动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以心为核心的五脏的 生理功能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么这个 通过望这个狭义的这个神 也就是对我们了解 这个广义的神 也就是神气呢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狭义之神 又称神智 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的什么 认知活动包括哪些方面 什么是情感活动 什么是意志和意识 主摆人精神 意识 思维活动的主要是哪一脏 内经把神分成五个方面 分属于五脏 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临床上出现精神活动 神智异常时 一般多归属于哪个脏的病变 那个翟教授 那么刚才呢 我们说对于神智活动的了解呢 提到了狭义从望 这个角度提的 是吧 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 当时要了解这些活动的话 可不仅仅是光望 可能还要通过比如说询问病人的感觉呀 甚至就是听他讲话的一些声音呀 一些腔调等等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么看那个问题 我非常同意这个问题 所以呢 虽然我们把望神智放在这了 实际上呢 这个对神智整个活动了解 我们还得通过多个诊查方法 一块才能了解 对吧 对对对 你比如说吧 我们说 你要看这病人 可能首先要看看他的意志 意志怎么样 意志是不是 是否清晰 他有没有自知力 对对对 另外呢 可能你要看看他的这种思维 他这种思维活动怎么样 那么呢 我们还要听听他的语言 他那种问答 行不行 能不能应答 应答是否合理 同时呢 也能听到 他这个语音怎么样 是否洪亮 另外呢 可以考察考察 他的记忆 这个近期记忆 远期记忆 这种情况怎么样 另外你可以接触病人 就可以了解他的情绪 他对这个外界的一个事物 他这种情绪表现 是否正常 最后呢 实际上你还可以看看 他这种行为表现 这种行为表现 是否自然呀 是否合理呀 诸多的方面 可以来考察 我们的他的神智活动 是否正常 实际上您刚才谈的就是 我们在望神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要点 对吧 意识是不是清晰 思维是不是清晰 逻辑是不是正常 然后语言的表达的 是不是合理 符合逻辑 情感活动 情感活动是不是正常 对不对 还有他有没有一些特殊的 古怪的一些行为等等 在这个望神智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个就是望他的眼神 一个就是望他的这个什么 表情 对吧 因为我们经常讲说 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另外呢 内经理也提过 叫怎么说来着 五脏六腑之精气 五脏六腑精气 皆上顾一目而为之境 所以说这个眼睛 跟五脏六腑的关系 都非常密切 所以我们就看看 这人这眼睛里有神没神 是吧 也就是目光 是不是明亮啊 眼睛转动 是不是灵活呀 对了解他这个狭义的神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表情 有这个人的表情 就是看上去很自然呢 还是很淡漠呢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对于我们了解神智的情况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我们刚才的讨论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归纳 对这个神智的观察呢 实际上应该在望诊的基础上 结合文诊呢 结合问诊呢 来综合的来审查 那么在望神的时候呢 我们有几个要点 比如说意识啊 思维呀 语言呀 情感呀 行为呀 等等 是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望诊 的神的过程中 特别要强调就是眼神 和表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正常的 这个神智的活动呢 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个比如说 他是意识很清楚 首先这个人有自制力 像有些人得了精神病之后 他不认为自己有病 这就叫没有自制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人一看上去 目光是明亮 运动是灵活的 第三个呢 我们说这个人的表情 是非常自然 而这思维是有 有逻辑的 很清晰的 所以我们叫思维有序 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个病人反应很灵敏 记忆力也比较好 这个语言呢 也清晰 硬感也正常 情绪也很正常 然后举止呢 也比较自然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 具有正常的神智活动的 一个人的表现 如果这几方面 要是发生了异常 那就可能这个神智 发生了一些的改变 也就是说 可能得了相关的 一些神智方面的疾病了 这个我们要在临床上呢 可能要结合病人 其他的表现 来判断他的寒热呀 虚实呀等等 这些病急 那么关于望神的 这部分内容里 涉及到了神智的概念呀 望神的意义呀 以及望神的要点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翟教授的参与 好 谢谢